国外流行的度假式退休生活风潮 现在在台湾也有可能享受了 全台湾唯一租寿型的退休乐龄复合园区 就在新北市的三支 引起了很多民众关注 根据劳动部2018年的调查 台湾的劳工每人每年 工时平均达到2033个小时 高压的工作环境 让55岁以上的劳动人口 有一半累积足够的财富之后 就开始规划背山面海的悠闲退休生活 悠闲看海景散散步 不再是放假才能有的享受 窝在家里浴缸泡澡 也可以看海 是很多人想规划的退休生活 三支的这块沙滩 然后旁边有那些 很有特色的餐厅小餐厅 真的是很难罢啦 海景第一排 现在出现退休专属的 勒林复合园区 地质学家陈小姐 也特地安排妈妈住进这里 海边这样 我们就看来就真的轻松了啦 国外盛行的度假退休 台湾完全复刻 也吸引很多早退族 都是国外退休回来的 像是美国 法国 还有各地方的华侨 返台之后呢 他们想要找一个 类似国外那样子度假 休闲的一个环境 退休最怕的是找不到办 在同一个园区里 银法族找到新的努力方向 十一住行 还有未来年老 可能比较需要的康养服务 我们都有做一个完善的一个规划 戴上老花眼镜 拿起画笔 一边学习 一边聊天 早退族很懂得生活 这个快乐的早退养生村 变成三只的地方特色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去年轻人员